接著轉換焦點帶大家來關注到的是 基隆地檢署偵破兩座第三級毒品喵喵製毒工廠 那根據了解這批毒品呢 原本是竹聯邦的紅人會要交貨給華山邦 結果呢卻被警方查獲 紅人邦要這個華山邦承擔一半的損失 卻遭到他們拒絕 因此種下了衝突的貨根 昨天呢他們派出了一名17歲的槍手 朝著華山邦的盪鋪開了51槍 而這名少年槍手呢 今天遭到少年的法庭彩點收容 少年20日一下計程車 就朝當庫瘋狂掃射 在舊目睽睽之下開了四五十槍 新北市連續第二天爆發槍極案 據了解這是竹聯邦紅人會 與華山邦在爭奪利益 基隆地檢署日前在新北和宜蘭 破獲紅人會的製毒工廠 起初價值將近10億元的喵喵等毒品 這批貨原本要交給華山邦 紅人會不滿對方拒絕承擔一萬損失 19日先在板橋區和北市中山區 朝華山邦開了13槍 20日再派槍手到土城掃射華山邦的盪鋪 兩派黑幫把雙北市當成戰場 新北市警察局長廖迅城20日宣誓 絕不容忍黑幫挑釁警察 要進行全市大掃黑 警方強調將持續釐清案情 徹底找出衝突發生原因 絕對不容許再發生槍擊案 新北市19、20日發生重大的槍擊案 而警方也懷疑著兩起槍擊案有關聯 疑似是竹聯邦內部的李宗格引發的糾紛 而網路上如今還流傳了一段影片 20日遭槍擊的當鋪似乎不是第一次被開槍了 新北市土城區一間當鋪 20日上午發生槍擊案 一名17歲的少年搭小黃抵達當鋪後 持育場的改造步槍瘋狂掃射51槍 嚇壞附近目擊者 而槍手在犯案後也隨即到警局投案 不過網路上又流傳一段畫面 早槍擊的當鋪似乎不是第一次被開槍 畫面中一名槍手拿著手槍衝到當鋪前 接著又朝大門連開兩槍後逃離 整個過程也被同伙拍下並PO網 而對此警方就出面回應 此案經查證無接貨報案記錄 因為昨天現場有發生槍擊案 警方特地前往現場查訪周遭商家及住戶 查證約在數天前有發生影片內的事情 而發生的時間為4月中旬 附近監視小組執行現場勘查 大門三個彈著點軍委貫穿 初步研判該槍制殺傷力極低 為空氣手槍可能性較大 目前專案小組也已鎖定特定的嫌犯 將積極查棄到案 17歲的少年槍手 他是在路上隨機攔計程車前往當鋪開槍 接著再坐同一台計程車到派出所去投案 那整套的車子大概是300元左右 不過這名少年是丟了1000元 還很有禮貌地跟司機說謝謝 揮想起整個事發過程 司機仍然是心有餘悸 全程直擊的司機驚嚇不已 原本想著開車趕快離開 但礙於車門沒關 又擔心少年對車子開槍 傷及無辜民眾 只好停在原地 開完槍後少年返回車上 對司機說麻煩開到大關派出所 你知道地址吧 還無法平復情緒的司機聽完 腳還一度發抖踩不動油門 但少年又說開快點 前面直接回轉 途中司機聽到少年打電話給律師 約好在大關派出所見面 抵達之後司機還沒報假 少年就直接掏出一千元 放在駕駛座旁 禮貌地說了聲謝謝下車離去 不過整趟車資只要三百元 少年卻闊氣多給七百元 驚魂未定的司機只想著趕快回家 但到家前就接到警方通知 要盜案說明 這名少年槍手的背景也陸續被棋底出來 他是一名十七歲的少年來自單親家庭 由阿嬤隔代教養長大 而到底為什麼他手上會有槍枝呢 槍枝來源現在也已經曝光 警方表示 少年說他是因為和當鋪負責人 有私人恩怨才會開槍 而槍枝來源是已經過世的人 目前還在進一步釐清當中 少年的背景也陸續被棋底出來 根據了解 少年父親常常進出監獄 他從小是由阿嬤隔代教養照顧 阿嬤感嘆 少年從小就常常讓他擔心 但沒有想到會壞到去開槍 由於阿嬤心疼少年沒有依靠 擔心他以後沒有成就 竟然將自己2006年 在中和南市角購買的一處 四樓和頂樓夾蓋公寓 過戶給少年收租 如今公寓的市價 已經從當年的300萬元 漲到千萬元 讓少年年僅17歲 就住永千萬房產 這起事件可以說是震驚 社會投案之後 今年開庭裁定收容 而少年的阿嬤也被執集 前往法院聽庭 少年阿嬤被媒體執集到 前往法院聽庭 不過面對媒體的詢問 她否認認識17歲的這名少年 匆匆的汽車禮去 好 接下來關心到 新北重大的槍擊案 而新北市發生重大槍擊案之後 仍在新加坡的新北市長 侯友宜跨海指揮 第一時間就下達掃蕩黑幫的指令 所以今天晚上就持續的不斷掃蕩下去 把這個犯罪壓迫 一定要把他立即有效的壓制下來 絕不容許 任何的歹徒在我們新北市校長 雖然你已經抓到了 但是也要持續追查有沒有幕後 甚至有沒有其他的犯罪集團 我們對這種不法犯罪集團 絕對不能手軟 嫌疑壓制 好不好 所以你自己要輕視要帶隊整個掃蕩 好不好 絕對不允許 也不寬戴 這種事在發生 對於新北市連日來發生了兩起槍擊案 前立委黃國昌就批評 黑幫的火拼 早已建立了SOP 掃黑不該指示 一個晚上的總動員 板橋區文化路19號少年疑似 因為金錢的糾紛 份額朝對方車輛開了15槍 土城區20號又有一名少年拿著衝鋒槍 朝四川路一家當鋪連開51槍 新北市長侯友宜正巧出訪新加坡 接獲通報後 立即致電警察局長廖迅成 他在電話中要求 今天晚上警方全部總動員 持續不斷掃蕩 一定要將犯罪案立即有效的壓制下來 絕不容許任何歹徒在新北市囂張 而對此黃國昌就批評 掃黑不是只有一個晚上的總動員 派年輕槍手開槍 開完槍後馬上投案 沿路聯絡了律師道場 黑幫火拼早已建立了SOP 成為套餐組合 不僅是不無法技 更是在玩弄法治 支持監禁全力掃黑 不應該停留在口號而已 到底為什麼這個幫派會選擇 要讓魏成年來當槍手呢 律師林志群有分析出兩個原因 林志群他在臉書發文分析 大白天當街持槍掃射 中間還換彈匣 非常的冷靜 也沒有傷害到其他民眾 開完槍後直接前往派出所投案 果不其然是少年 而為何幫派喜歡培育青少年 他認為是因為青少年容易滿足 給一些好處 例如買車 買錶 人可能就會跟著走 林志群接著提到 第二個原因是 發生事情時 少年犯處理的程序 跟一般人不一樣 不能羈押 只能收容 十四到十八歲可以減刑一次 投案也可以爭取減刑 如果觸犯的是最重本刑 十年以下的罪 甚至有機會獲得免刑 根本就是完美的免洗快 少年開槍後自行前往投案 而網路紅人律師就直言 雖然這符合了自首的要件 但還是可能會被判重刑 楊律師指出刑法第六十二條 自首的效力是得減刑 因此法官也可以不減刑 另外儘管槍炮彈藥刀卸管治條例 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犯本條例之最自首 並報告其持有之全部槍炮 但要減輕或免除其刑 但並沒有規定要減多少 所以法官也可以先重判再減刑 相反的拒絕公訴或公訴不實者 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所以講義氣又聽話的少年 若沒坦白回答衝鋒槍 哪來的 仍可能被重刑 而若判決的刑度比預期高很多 已超過少年願意承受的範圍 然後他越想越怕 搞不好就全攻出來了 但這個結果是客戶最不樂見的